如果说你写过Go或者Rust 你可能会觉得它们的项目结构特别的规整 就像自带了强迫症一样 但Python却恰恰相反 它在诞生之初压根就没想过工程结构这回事 所以早期的Python管理相当的放飞自我 不过好在一方面官方的Python规范一直在努力的打补定 另一方面许多流行的酷 它们的结构也都长得差不多 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今天咱们就聊聊一个现代化的Python项目 到底应该怎么组织 现在的Python工程管理基本分成了两大流派 第一个流派是Konda宇宙 它最早是Anaconda公司提供的一个商业软件 不过现在大家用的更多是它的免费版 比如MiniKonda 还有像最近很火的Pixi也属于这个生态 但Konda这个体系从根上说 跟官方的Python走的就不是一条路 它有自己的配置文件 自己的软件仓库 甚至连Python解释器都是自己编译的 更关键的是Konda不只支持Python服务 也支持Go、Rust、C++、R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 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独立的跨语言的开发平台 只不过是Konda恰好选择了Python作为最主要的交互语言而已 这样做的好处是Konda从设计之初就想得非常周全 把多语言支持、依赖管理、虚拟环境这些头痛的问题 用一套统一的方案全都给解决了 相比之下官方Python的体系在早期就是一个烂摊子 这个优势在AI的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 AI框架的依赖是出了名的复杂 经常要跟NVIDIA的Kuda这种非Python库打交道 所以想顺利的抛起一个深度的学习框架 用Konda来安装就是最省心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Konda这个话题能聊的地方很多 今天我们就先点到为止 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人多的话我后面保证单独安排一期视频 好好的聊聊它 咱们现在就把目光转回主线剧情 Python的官方体系 官方这个体系就包含了我们熟悉的各种工具 有负责打包的setup tools和hetchling 也有我们用来安装管理项目的peep, uv, poetry 它们都是这个生态的关键部分 今天我们就聊聊一个现代化的Python项目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 这期视频我会介绍一些过时的写法 但只是为了让我们搞清楚来龙去脉 并不推荐在真实项目中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结尾的uva poetry这类工具才是今天的版本答案 好我们现在从一个实际的例子开始 假设我们的手头有一个项目 目录里只有一个代码文件main.py 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用flask写的hello world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这个库通常是没有安装的 所以直接运行会报错 这好办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执行peep install flask来进行安装 安装之后程序确实能够正常运行了 但需要注意一个关键的细节 以这种方式安装 flask会被放进一个全局的环境中 被电脑上所有的Python项目共享 这种共享机制在实际的开发中会带来两个很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版本冲突 例如我们的新项目安装的是flask 3.11版 但电脑上的另一个旧项目可能只兼容3.0版 那我们为了新项目全局升级了flask库 那个旧项目可能就因为版本不匹配而无法运行了 第二个是复杂的依赖关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依赖地域 一个库通常会依赖其他几个库 而这些库又有自己各自的依赖 这样一层层的嵌套下来 就会引发更多的版本冲突 虚拟环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出来的 它可以为每个项目创建一个独立的 干净的Python工作空间 我们可以使用python-mvenv.venv 来产生一个虚拟环境 这里的点venv就是我们给虚拟环境起的名字 执行完这条命令之后 你就会发现项目里面多了一个名叫.venv的目录 这里面存放着一个独立的Python环境 所需要的所有文件 其实这个名字我们是可以随便取的 不过我还是强烈推荐就叫venv 因为现在的主流IDE 比如VSCode PyCharm能够自动识别这个名字会比较方便 如果没有使用IDE 我们还需要使用下面这个命令来激活这个环境 好激活环境之后 我们再用PEAP来安装刚才的库 这一次Flask就会被安装到我们的虚拟文件夹里了 这样一来每个项目都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的虚拟文件夹 里面装着自己专属的依赖库 也就不会再产生冲突了 虚拟环境起作用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主要就是修改了Python中的sys.path这个变量 sys.path本身是一个列表 里面记录了Python在导入模块时 需要搜索的一系列文件夹路径 当我们执行代码importflask的时候 Python就会严格的按照这个列表的顺序 从头到尾逐个的检查这些路径 直到找到flask这个包 在激活了虚拟环境之后 sys.path会被修改 最关键的变化是 我们的虚拟目录会被添加到这个搜索列表里 我们的flask库正是被安装在这个虚拟环境路径里的 所以可以被成功的加载 作为对比 在没有激活虚拟环境的时候 sys.path中的列表包含的是Python的全局目录 总之这就是虚拟环境的用法和背后的原理了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虚拟环境 项目之间的依赖总算被隔离开了 但随之来的就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把项目的依赖列表 方便准确的分享给别人呢 总不能让人一行一行执行一大堆的peep install命令吧 这样既不专业也容易出错 为了解决这种环境复现的问题 早期最主流的做法就是使用peep freeze命令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打印出当前虚拟环境中 所有已经安装好的包 以及它们的确切版本号 通常我们会用重定项符 把这些内容输出到一个文件里 这个文件名理论上可以随便取 但一般我们会叫做requirements.txt 这样当我们把项目交给别人的时候 对方就不再需要关心具体需要安装什么了 它只需要在自己的虚拟环境里执行peep install-rrequirements.txt peep就会读取这个文件 并把里面列出的所有依赖全都安装一遍 这个方法非常的直观 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大量的开源项目中看到requirements.txt文件 但这个方法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那就是peep freeze它分不清什么是我们的项目真正需要的直接依赖 什么是这些直接依赖而引入的间接依赖 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明明只有flask这一个直接依赖 requirements中却有七个包 如果说项目很简单这问题不大 但项目一旦变得复杂情况很快就会失控了 更麻烦的是peep在卸载包的时候 其实也处理不好这种依赖关系 如果我们用peep按instalflask把flask卸载掉 然后再重新生成一下requirements文件 会发现peep只会移除flask本身 而那些因为它而被装上来的间接依赖 全都留在了环境里面 变成了没人管的Gore依赖 现代python项目的标准解决方案是使用pyproject.tomo文件 这个文件是官方指定的统一的配置文件 在它成为标准之前 不同的开发工具通常有各自独立的配置文件 例如类型检查器 mypi会使用mypi.ini 测试框架pytest则使用的是pytest.ini 当项目中使用的工具增多时 根目录下就会出现大量的零散的配置文件 如今python生态中绝大多数主流工具都支持了pyproject文件 这样开发者就只需要维护这一个配置文件就足够了 如果想用pyproject来替换requirements 只需要在pyproject文件里添加一个叫做dependency的列表 对于我们的flask依赖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从requirements文件中复制出来 这里最关键的区别在于dependency列表里面 我们只需要声明项目直接依赖的包就可以了 现在requirements文件就可以被删掉了 这样一来 如果说我们将来想要删掉flask这个依赖 我们只需要把pyproject中对应的这一行删掉就行了 不会留下任何的goer依赖 依赖写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根目录下面运行pipinstall.in命令来安装依赖 这里的点代表当前的目录 它的意思就是把当前的项目安装到虚拟环境中 这条命令在背后其实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步是构建 pip会根据pyproject的配置 把你当前的项目打包成一个标准的python软件包 第二步是安装 pip会像安装任何其他的第三方包一样 安装刚刚打包好的软件包 并自动把所有声明的依赖一并安装进来 不过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个在开发阶段非常麻烦的新问题 如果我们去检查虚拟环境中的set package目录 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写的man.py文件也都被安装进去了 这样我们的项目里面就有了两份一模一样的原代码 这在开发过程中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如果我们修改了原代码 这个改动并不会自动的同步到虚拟环境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安装时加上一个-e参数 这样pip安装时就不会再把原代码复制到set package目录了 它会在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个链接文件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指向原码目录的快捷方式 当python要去import项目代码的时候 它会顺着这个快捷方式 直接找到我们正在编辑的那个文件 确保我们的所有修改都能立刻生效 好,我们先总结一下 我们用venv解决了环境依赖问题 用pyproject管理环境中的依赖 这套纯手工的流程其实有不少痛点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用一条简单的pip install命令去添加新的依赖了 这意味着每次添加一个包 都得先去python的官方软件仓库查好它的名称和版本号 然后再把它写进配置里 这个过程又繁琐又容易出错 那么python官方有没有提供一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自动完成这个过程呢 很遗憾,并没有 不过社区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解决方案 比如poetry, UV, PDM 我们可以把这些工具理解成对vinv, pip的高级封装 这些第三方工具在底层依然还是使用vinv和pip 但它们提供了一套更简单的接口给用户 下面我们就用uv当作例子 演示一下这些工具管理项目的流程 回到刚才的那个项目 我们清空了所有的东西 只留下main.py和一个紧包含项目名称和版本号的 最基础的pyproject文件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纯手动的流程 用python-mvinv.vinv创建虚拟环境 用source命令激活环境 手动编辑pyproject文件添加依赖声明 最后再用peep install-e.命令来安装依赖 现在有了uv这一切就都不需要了 我们只需要执行uv-addflask 这一条命令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 自动修改pyproject文件 把flask添加到dependency列表里面 它还会检查并自动创建vinv虚拟环境 最后它会把这个包和它所有的间接依赖 全都安装到这个虚拟环境中 那如果我是项目的协作者 从别人那里拿到了这个项目 那我们只需要执行uv-sync uv就会自动读取pyproject文件 搭建好虚拟环境 并且安装好所有的依赖 在用uv管理项目后 我们依然可以用传统的方式来运行代码 先执行source命令来激活环境 然后再使用python来运行main.py 同时uv也提供了一个更加直接的做法 那就是使用uv-ranmain.py 它的作用是在虚拟环境的上下文中执行命令 我们不需要手动的激活环境 uv会自动找到项目对应的vinv 在其中执行命令 然后再退出来 关于uv的更多用法 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工具感兴趣 可以看我之前专门介绍它的视频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简介里面 总之无论是uv还是poetry pdm 核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繁琐的环境和依赖之中解放出来 好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完整的流程 首先为了解决项目之间的依赖冲突 我们用vinv为每个项目生成隔离的虚拟环境 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之中 我们用peep install命令来安装所需要的包 当项目开发到一定阶段之后 为了让别人能够复现这个环境 我们用peep freeze命令 把虚拟环境中所有的包导出到一个名为requirements的文件里 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 requirements.txt中混合了所有的直接和间接依赖 导致它很难被维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社区转向了pip project文件 我们只需要在其中声明项目的直接依赖 然后通过peep install.命令来安装 工具就会自动处理好所有的间接依赖了 不过手动编辑p project文件太麻烦了 这就催生了像uv poetry这样高层的项目管理工具 他们封装了vinv peep等底层的命令 提供了更简单更统一的接口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执行peep install.点的时候 我们说peep在背后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把我们的项目打包成了一个标准的软件包 第二步才是安装这个软件包 那么这个打包的过程是怎样运作的呢 peep又是怎么知道要打包哪些文件呢 这个话题我们下期再聊 这里是成选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嗯 嗯